于是有如下的一段话 反映了他对艺术的一种看法 我们可以看一看 他说当导演拍电影 不是想表达我们自己最重要 不是说我有一个什么东西 你一定要看 假如你把自己放那么重要 就是自我而不是艺术 在我看来 艺术是浑然天成的东西 是一呼百应的东西 不是孤方自赏的 他这个画有点意思 因为我最近跟一些画家学习 我就发现也有这个感觉 你知道有的人画画 就讲究我要等激情来了 我的生命无力旺盛的时候 我就涂抹 就跟弗洛伊德那套 本能 可是你知道就是说 人们在这种艺术里看到的 就是我我我我 你甚至有些作家 你可能这么写 我闭着眼睛瞎写 我脑子里出现什么念头 我给他大奶子大奶子大奶子 我给你写一百个大奶子 这是我的艺术 现代艺术很多人搞这个吗 可是这里面有个问题 就是你孤方自赏 凭什么大家要看你啊 如果这个你和大家心中的那个你啊 找不到一个共鸣 或者对位的关系 那么 艺术确实是个人的表达吧 但是这个个人的表达 好像不能仅仅是你个人 某个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我们很容易误解 就是李安这个话 或者一般讲艺术 其实这个说法很常见 中国自古以来的诗 谈诗的时候 那个美学界也有这样的观念 这个这个叫观嘛 什么叫观呢 就是说 并不是说我艺术 要不然就是看艺术家个人表达 要不就是要趋向大众口味 讲的不是这个 讲的是什么呢 而是说一个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 他到底应该等那一刻激情来了 或者自己想的东西最强烈 最有满足感的时候 去把它做出来 按照那个样子做出来呢 还是说他要能够跳出去 比如说hold住一阵子 或者说冷一冷 或者跳出来 以一个第三者的角度 回头看自己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呢 他就永远被绑在自己的这个范畴里面 理论上讲艺术都应该是一个让我们离开 自己熟悉世界的一个杜舟 它是一个让我们能够跳出自己 原有这个身体的一个通道 他应该能够让这个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感觉自己已经逼近到一个极限 不再是原来这个自己了 那么在那个状态底下他会回头看到自己的状态嘛 所以那个时候作品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英国文学史上很有名的 我们过去用一个简单的说法叫积极浪漫主义 消极浪漫主义 其实那个概念不准确 但是分类是有意思的 所谓积极浪漫主义就是讲拜伦雪莱他们 那他们就是那种热情的 灯高一呼的 但是呢 后来对世界文学史影响更大的是 胡娃斯瓦斯啊 可尔律志啊 那胡娃斯瓦斯他最有名的句话 就是诗是什么 诗是冷却下来的热情 就说那是热情 它是冷却下来的热情 所以回到这个刚才那个他那句话 我觉得我不怕得罪人 我觉得如果他用来善意的提醒姜文 我觉得是有一点道理的 但是如果是讲在冯小刚跟张一谋身上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张一谋跟冯小刚不是太自我 而是在有些时候 不是讲他们最好的片子 在有些他们比较不那么好的片子 他们太缺少制造自我 姜文呢 是的确是 我们刚才不是开玩笑讲张一谋什么什么吗 其实我心里啊 是觉得讲回真的一句话 生活管生活 作为导演 张一谋是一流的 我一点都不认为张一谋的导演的天分比李安差 是吗 对 我绝对不认为张一谋在李安之下 正因为如此 我才觉得张一谋没有沿着洪高粱跟秋菊打官司 跟我的父亲母亲这条路子一直往下拍下去 后来张一谋就被一些东西就是说 比方说我觉得一些东西就包括李安的沃虎长龙的成功啊 就使得他们也去拍一些跟港资合作的英雄啊这些大片 后来包括三腔啊什么我觉得那些都是不是张一谋的代表作 我记得张一谋有过一次访谈我忘了谁访问他 问他说你最想做的什么事情张一谋还是说我想拍部文革的电影 活着吗 不算 不算 活着是一个 首先第一个他太依靠了这个余华的小说 而且他是跨度比较长 他不是一个专写文革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 我敢负责任在我讲 当然我的责任也没有那么重了 我是觉得张一谋是 是绝对不比李安差的一个导演 从我艺术天分来讲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但是我想说的是我至少同意一点 就我觉得今天中国导演 这几个最大的大牌导演 我觉得让人觉得可惜或者同情的地方在 好像这几年他们拍片是在完成任务 这个任务有时候你觉得是国家任务 不是说真的是国家派人来叫他拍什么 而且你感觉整个国家情况大事 到了这程度 他该拍个什么 他就拍什么 比如冲澳 然后这几天一天到晚就讲 谁要去冲澳冲澳 对不对 然后市场 然后周边的环境的压迫 于是他们都在为任务拍片 那所以你会有 有好几部他们拍的电影 你会开始模糊掉 忘记的是谁拍的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你开始搞不清楚 那是张艺谋吗 大家陈凯克还是谁 所以这个点让人觉得很可惜 而另一方面 我觉得我这也反映出 我们整个市场环境啊 李爱说很好 其实没有他讲的那么好 对 我们的市场环境 其实有太多不可预测的东西 太多的政治导向 你连外国电影来也搞不定了 对不对 最近那个 Quentin Tarantino那个电影 不是来了中国 好像上了一天 然后就下来 然后最近又上了 有裸系 对 然后有些这个简 全世界都已经搞懵了 就是这个 到底中国电影是什么 市场怎么回事 而且懵不懵啊 你还有一个问题 我老觉得就跟咱们那天说 中国人连个处女模 到底有没有 也搞不清楚一样 就说中国电影的这种繁荣 你有个最基本的呀 就像我们电视台说收视率一样 最基本的数据造假呀 这个电影票房的数据 是不是真的 你都不是很清楚 那么一切的讨论 从何而生呢 包括这种 你看他们好像有这个照片啊 你看这照片是什么照片 你看出来没有 偷票房啊 这偷票房 你看明明买的是建党伟业吧 他给是给你放这个武侠 这个偷了的票房 进了谁那了 你又弄不明白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世界当观点与观点交锋时 谁能找一步 识破不同思路的脉络走向 对战焦点 评判立场深度 理清思路展开机变 追击热点 探测时局温度 你来我网间 建构一个立场 态度 论点的无障碍空间 解析重点 较量辩证力度 时事变速辩证力度 今天凤凤王卫视中安排 这就是新世代的天类 这就是新世代的天类 东风日禅 解密 第五道菜 研究表明醋是碱性食品 可以分解多余的大鱼大肉 因此除了鱼肉青菜米饭四道菜 还要给健康家道菜 第五道菜 天第一号 我想起来就是 你刚刚说的这种 我们的市场 怎么样不断的被扭曲 有很多政策 很奇怪的东西 人为繁荣 人为繁荣 我又想起来 我最近又听说了一个 人为繁荣的事 把我逗的 就是说有这么 反正这么一个地方 一个管出版的 一个干部和官员 把一些出版社的人都叫去 说这个就发现 过去这么多年 我们中国现在出版市场 不是也很红薄吗 每年出很多书吗 那这书你会发现 很多都是翻译 是外国作品 那你要知道 这就表示什么意思呢 就可能我们国家呢 跟外国出现了一个差距 就是书的出版 可能我们卖出一本中文书的版权 那这个书可能翻成英文 翻成德文 翻成日文 我们每卖出一本 可能我们就买进几十本 你了解我 我在讲的这个意思 文化进出口的不平衡 文化进出口 就我们进口的外国出版的书 太多了 我们出口的中国自己的作品 太少了 贸易逆差 对有这个逆差在 然后呢 就反正有这么一个干部 他就觉得这不行 说我们今天是大国崛起 中国梦来了 要有文化软实力 要输出我们国家的价值观 跟弘扬中华文化 于是下令这些出版社 你们今年必须做到 就是这个比例要缩短到 好像我没记住的话 最夸张的是一比一 那怎么做呢 每进一本外国的翻译 就要逼他们翻译一个 咱们的东西 然后大家都懵了 就是怎么做得到 后来呢 有个方法 其实很简单 很容易做 做法就是这样 比如说你是个美国出版社 我是个中国出版社 你卖给我什么达芬奇密码 我都买了 然后就是这样吧 哥们 咱关系就那么好 我这本 梁文道书 你就要了吧 然后你也不用真要 不用不花你钱 钱我还 我给你 你给我开个单子 要发票吗 要发票 要发票 就都这么搞 然后最后的任务 全部顺利完成 我们软实力的这个输出 又夸张一个台阶 你知道刚才那些假票是什么 到场上 就是电影院明明放了多少场 然后他就改成别的片 那么这部畅销的片子 就不用跟制片方分成 本来不是比方说大家赚的钱分成吗 比方那我这样的话 影院方就吞了他的利益 其实这样的改写啊 说明我们的票房总值啊 被低估了 是 我们现在已经世界第二位了 超过日本了 这个说明我们的形势 真的非常好 不过啊 进出口方面真不乐观 你到太久了 到美国院县去放 票房多少知道吗 不知道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度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